范例3 一个等数上升 速度为每秒5公尺的气球 在距离地面100公尺的高处时 至底部放下一食指 射气球仍保持等数运动 射重力加速度 据为9.8 折一秒后 食指与气球底部的距离是多少 是分别以下列两种方式计算 好那么 我们这边有画出这个图 画出这个图就是 我们上方比较靠上面的A和B A是气球 B是石头 比较靠上方的这两个 就是它过一秒之后的状态 那 我们可以个别写出它的位移 如果要算它们 如果要算它们后来的间隔 那就要用位移相减 比较绿色的这个就是 就是B物体 石子的位移 比较紫色这个就是 A物体 气球的位移 那从这张图里面示意图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气球的位移减去 石头位移就必须要等于H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好那我们就来把这两个 DIXA DIXB写出来 DIXA它是等速运动 所以它其实就是 VA 乘上时间 DIXB呢 是等加速运动 因为这个气球是等速 但石子落下了以后 石子脱离气球以后 它应该要受到重力 于是有一个重力加速度 好那它是会长这样的 DIXB就是 B物体的出速度 再加二分之一 B物体的加速度 T平方 好那么 我们这里就直接给它带入 带入数字 那有重要的一点就是 A气球的出速度 其实就跟这个石头的出速度一样 因为它们一开始是绑在一起的 只有在时间等于0的那个瞬间 被切断 而分开 那所以在那个切断的那一刻 或者那一刻之前 速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这个 VA就会等于VB 就会等于5 好所以DIXA 其实就是5乘上1秒 那DIXB则是5乘上1秒 再去加上二分之一 这里要注意哦 我们这里的5啊 其实就是已经隐含了 隐含向上为正的意思了 因为我们把它写成正5 我们把它写成正5了 那它是向上的 那我们把向上的5写成正5 那向下的加速度就是 就是要写成负的 所以是负的9.8 然后呢 然后呢 去乘上1的平方 结果是0.1公尺 好 所以呢 DIXA-DIXB 其实就是 5减掉0.1 就是4.9 那事实上呢 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看它 看它们的相减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VAT和VBT其实是可以直接 直接相减的时候就直接去掉 对吧 因为这两个一样嘛 所以相减的时候就直接去掉 那去掉以后 DIXA-DIXB 左边剩下H 右边则剩下2分之1乘以9.8 乘以T平方 然后T又带1进去 好 所以 这个好像不是0.1吧 对啊 这个0.1 这是DIXB而已 那你要算出它们的相距 还要用DIXA 去减掉0.1 所以是5减0.1 就等于4.9 这是第一小题 他希望我们用 传统的 比较熟悉的方式 两个位移相减 那第二个用相对运动的方式 他要求的是距离啊 那么我们会用到的等加速运动公式 就是第二或第三条了 因为这两条才会有 才会有 有位移可以用 这样子 那我们已经知道 两者的加速度了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算出相对加速度 好 我们这里好像省略的一些话没有说明 就是我们可以从气球来看 从气球来看这个石头 就像是这里画个人 所以也就是说以A 以气球为观察者 好 那我们的位移公式就可以写成DIXBA 等于VBAT 加速度 这里也要写BA 然后T平方 好 那么 DIXBA是所求 出速度呢 出速度是零 因为出速度相同 所以相对速度是零 再加上二分之一 BA 所以那BA的话 从A来看B 加速度应该就会是 好 这里我们还是算一下 其实就是AB-AA 那AB的话是9.8向下 你可以写成-9.8 那AA的话 则是零 好 所以所求就会等于零 去减掉二分之一 乘以9.8 然后T平方 那这里的时间就带1进来 好 这里算出来的结果是 负的4.9 代表是向下的 这个负号代表向下 那这样是合理的 因为 如果你从 从这个 这个气球看食指 它的确食指会往下远离你 就这样 那么 第 第 这次已经第二小题了 好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相对运动就讲到这边 其实基本的重点就是 把等加速度运动三公式 里面的参数都换成相对版本 就可以了